繁忙的时候 你紧车把你拦下来的 那个紧车也不会这么干 拦下来 把你拦下来了以后 除非你是超 这个时候你飙车 你也飙不快 是吧 你任何违规的时候 你在车流当中 很难去评价你的那个 哎呀 我一下子讲车 一下子讲我朋友 真是的 有点这个思维混乱了 就是聊了会儿天 但是你就看我嘛 看我应该视频里面 有拍到一些 有拍到一些 有聊天的话题 是吧 就聊聊聊天 哎呀 没办法了 聊聊天 然后聊一下的 这种思想状况 是吧 身体状况 要注意保养 一个人 毕竟他也是一个人 在纽约 我也是一个人在纽约 是吧 大家不要想歪了 很多时候人就无聊的 想歪了 好兄弟 不是那种好机友 都是有正常的取向的人 没办法 现在就是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世界 是 有什么事儿 哎呀 哎呀 一开一开这种 开这种 酒车子就有点犯困 以前呢 我住新鲜草原 也是每天开车 开四九五 开到长岛呢 我就犯困 我就想 我就想去那个 想睡觉 哎呀 就想去给你 赔三十二 再拿三十二 在家里面 快给他 大家 吃 这种 叫你 小的 有点困了 然后这个思维有点飘 然后这边还开着车 所以说有点那个话语 话题有点开不了了 但是我现在又不想关 还想说点什么 心情不错 心情挺好 事都办完了 只要把东西搬 然后开始认真工作了 什么事没有了 可以 继续 但是 我现在就不想关注 我现在不想关注 哎呀 我今天 我想明天明天后天开工得了 是不是 在这耗子等着也没啥没啥意思 对不对 然后早点搬过去拉倒了 不会有太多人 我的视频没人看 我这些朋友都明确跟我讲了 他说你就帮你点赞 看是不会看了 没有人没有时间 听你一天到晚 倒闭刀 正常 这个东西 我心眼没有那么小 知道吧 你不点个赞 你不看视频 我就会怪你 我不会的 都是相互体谅的 无所谓的 当然了 我心眼的不是 也不是说一直都这么大 有的时候也是会想不开 有时候也会矫情 是吧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这种小脾气 小的东西 这都是很正常的 人这个机器 有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 你没有才奇怪了 你这个人能有那么理性吗 我就我不相信 哈哈 我不相信 有人在这里 能用 其实这个房子 第一个要采光好 采光好 当然是男面房子采光最好 但是南边的房子吧 就是夏天会很热 很热 对对对 很热 不是很热 这个发音不标准 非常热 然后呢 就是对对对 那个叫什么来着 然后最好的房子 就是睡东面的 东边的和这个 和西边的 北边呢就有点冷 北边太冷了 我住在这个地方 我住在这个房子 就是有点北边 靠北边呢就有点冷 便宜一点点 对 好 今天能看到这个 晚高峰啊 现在六点 现在晚上六点 晚高峰的这个 这个高速的情况啊 每天这这这两条动脉 天天堵天天堵 我现在跟着这辆大大大雕车 大大大大挖车 大拖车 后边动也动不了了 我今天忘了戴口罩子了 然后这个第一家的房东还 还人还真不错 他给了我一个口口罩子 哎呀 但是呢 但是我没租他的房子 我心里还感觉有点 有点不好意思 是吧 人家给了你一点方便 你却没有租房子 哎呀 其实这个也不好说啊 你确实房子不合适 那没办法 是不是啊 它已经重来 在这边 后边 在 Tail 在海 发音 嗚悟 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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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空调 空调我睡的空调房 其实我睡不了空调房 有一个叫什么空调病 就是指睡空调得的病 但是英文我不知道怎么讲 我刚问我老外朋友 他也不知道英文怎么说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我睡不了空调 我大概会买一个电风扇 空调我就不吹空调了 到时候我把空调给他 给老外朋友得了 他有一些地方我不太懂 然后我要问问他 学习学习 是吧 大家都在这一个地球上生活 大体上思维都不会差异太多 都是 比如说穷人 都是想要优惠的 都是想要稍微占点便宜的 是不是 有钱人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大方 但是大部分也都是 是吧 不同的人群 他是有那个的 所以说也不存在文化稍微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人性差不多 是不是 人性是一样的 哇塞 这个面呢 我很久没没没在法拉盛吃吃吃吃吃饭了 是这碗面太大了 我现在都 打嗝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羊肉 羊肉 羽面的这种这种味道 哇塞 因为平常我 我不爱运动 所以我管 就是说我卖不开腿 我就管住嘴 是吧 我就 哎 我就这个叫什么来着 哎 我就把这个饮食给给给给给弄一弄 定个量 啊 能够保持我的 我的这个体重啊 不长 但是呢 饮食是不会降的 有人说你减食 这个饮食 你的体重会降 那个不是因为你的控制饮食而降 是你的身体因为缺乏食物 营养 是营养流失导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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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重下降 不是因为你节食 节食是不会下降的 啊 唯一能够下降的就是 卖开腿 运动 这样的话就会就会这个 就会这个就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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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就会把你的体重给下降了 所以你光控制饮食你只能维持 像我就维持到一百一百四左右 是吧 这里就算是很不错了 我要超过这辆车了 这辆车开的真是慢哟 开的这个五十左右 五十五左右 我怕这边有景车 景车经常会在这种三角的拐弯地带 经常会在这边 呃 就是这样吧 手足带兔 蹲点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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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解决了 明天我看一下怎么弄 明天礼拜几 明天礼拜四 明天 明天 明天礼拜四 后天礼拜五 今天就到这吧 到这吧 然后我那个 准备准备 就是打扫打扫卫生 收拾收拾东西 准备这个 下礼拜差不多 能能能能能 能那个搬的话 最好就开始搬了 然后搬完之后 就开始秀 开始正儿八经的工作了 就开始这个 正儿八经的这个去 正儿八经的去去 那个 过好我的这个 这个每一天了 希望今年开局 虽然说不是太好 但是我希望今年顺顺利利的 把我这些这些事都给了了 了了以后呢 就是认认真真 学好语言 然后呢 在这边那就好混吧 这是不是 不能老是在这抱怨 是吧 抱怨也不顶事 然后那个叫什么 希望自己一切都好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吧 就是说一个祝愿 祝愿 祝愿大家一切都好 不容易 不容易就是生活都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生活过下去 是吧 动脑子 不动脑子是不行的 OK 现在我就到这了 到这了啊 现在我就不在不在那个了 我就是关了 关了 还有十来分钟 到这儿嘛 再聊一会儿 聊一会儿 再聊个十分钟 再聊个十分钟 反正现在待着也无聊 刚刚是开了点小菜 开了点小菜 不知道为什么 开小菜了都 唉 算了 我现在走小路吧 走小路吧 行了 到这儿啊 拜拜 今天的行程非常圆满 然后一切都挺顺利 是吧 那我今天就到这了 到这了 拜拜 拜拜